兄弟们我怎么感觉到这个BGM有点不对呀 卧槽是Tanker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然 那么今天的话就来给大家带来一张我们求生之路的地图 也就是在我的世界里面玩求生之路 这个地图的作者呢大家也是非常熟悉 就是我们的肉炒生姜了 加上了枪械模组之后呢 真的是有一种在我的世界里面玩求生之路的感觉了呢 这个箱子里面呢为我们准备了很多的3D枪械 废话不多说吧 直接开始我们的推图好吧 这边的话也应该是要让我们进入的这个房间里面 哇这个房间里面是真的很黑呀 而且这个灯呢还会有一个一闪一闪的效果 这一点的话氛围确实没得说 看看看看这是啥兄弟们 直接有了大机枪了 现在我还怕什么 这个箱子里面呢有一把钥匙还是不错的 应该是后面所需的东西 哇怎么来了这么的僵尸 我的天哪还是金片里面的僵尸 哇看我大机枪一个一个给他们扫死 嘿嘿大机枪火力真的是非常的猛啊 插一下我们就嗝皮了 还好是人的技术比较到位好吧兄弟们 各位请把技术主播打在公屏上好吧 并没有人打 前面有一个门咱们先不去 先看一下这个侧边有什么东西吧 这里的话好像是一个废弃的电梯 需要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启动它 这边的话需要钥匙 但是我们身上刚刚已经是获得了钥匙了的 我的天哪出去就是一个小走廊 这边很多的箱子 现在的话也是搜过了什么东西都没有 前面真的好黑呀 是一个仓库的样子 在旁边呢还有一个铁丝网 我们就牵踩一下这个踏板 哇这个BGM怎么变了呀 我的天这个是有什么Boss要来了吗 我的天是Tanker 好家伙这是专家级别的Tanker吧 怎么一下就死了呀 我的天哪 小人找不住了呀 这边直接开创造了好吧 开创造都打了这个Tanker好久 旋律真的是太厚了呀 在前面呢应该是有一个电闸 这个电闸的话 拉开我们就应该可以使用那个电梯了 这边的灯看起来好恐怖呀 一闪一闪的 先走吧先走吧 先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仓库 我的天这个仓库真的是太恐怖了 这个Tanker旋律真的是太厚了呀 没错我们就可以使用电梯了 按下这个暗点 我们就来到了二楼 这个的话 他说地图没有开放完成 但是的话我们这个是一个完整版的 所以说已经是有了第二张的 今天这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在下期视频当中呢 我们可以继续给大家挑战一下 我们的求生之路好吧